在去年有五位立法會的議員市職五區的保守 其實快點到公投那裡 五位公投的投票率只是立法會17% 全因為政府建制派民主黨都不敗投 都參與 立法會率只有17% 正所謂政策 他們所謂的歷史實不太嚴重 浪費洞口力的人 所有真正的民主國家的地區 是一定會安排寶書的部分 是否有安排 即使用一些儲果的報道大 不過我覺得在市民選區 就是違規制派對應的 但是在香港吉時的民主進程 就大開過的車 我就想用麥丽拉卿姐說一句 真是豈有此理 這個寶書是針對什麼呢 是針對所有民選區 包括上年6月23號 民主黨主派暫時的政改良方法 也是超級普通的數字 都是這樣 不要在下面 就說到政府 所謂的比例或表制下 我覺得最難的數量 是候選人 擔手來 未當選 候選人 以作體補文化 你們就是獲得市民投票 和參與 你都違反了比例或表制的精神 基本法 但68條 立法會 是由選舉而殘身 在比例的表現 通常只有一張 立法會選 如果我們投票時間 達加斯坦 我們投票了幾個民主 打馬歐委員的話 他們是OK的 如果我們有什麼 烏花豆腐或者不做 看上去更多 那麼委員 不可能會變成 如果我是民主員的粉絲 那不是每天看到民主 拿了一個粉絲 給我 我不會再做這個問題 那些事 那我的事要說 我們不是說 那些問題 那些問題 那你們怎麼可以 你們可以 重新補選 結果那時候 替我 一點都不高 因為香港人有很多 把握 如果 香港 就可以補選 我們就是 23度分拆數的事 而所謂的民主體 上年 623度 政改方法 就是白絲 無負負負責 如果 你不在右邊的話 我們深信 會有最多次 只有 更多次主力 201年 要再度上 看一看 幾日常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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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